嗯 我不抽烟 伯父 自从我跟巫童相遇 他们让我了解到 原来事业再有成就 生活过得再富裕 都比不上亲人相聚的这一刻 我真的想要童童 开心快乐地生活 我不希望她跟我和巫童一样 独自一个人走过痛苦 那我问你 你是因为童童 才跟我女儿结婚的 还是真心地喜欢我女儿 我当然是真心地喜欢巫童 结婚可不是儿戏 五年前你伤害了巫童 你伤害了我们这个家 既然现在你们已经结婚了 我不希望 你再一次伤害巫童了 伯父 我也十分后悔 我当年怎么会错过 而且错过巫童五年 可也正因为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我现在会更加珍惜 我跟巫童之间的这段感情 我发誓从今天起 我会全心全意地守护我们的婚姻 终于 我的妻子 无论生老病死 我都会不离不弃 我都是这样的 我都会不弃 不得认为这件事 我都不死 还想不再去 我都不给我们 不得再理 we 我都不得了 您对梧桐 就像我对童童的感情 是一样的 只要看到女儿好 她过得幸福 你就会开心 既然梧桐选择了我 我请您相信我 也相信梧桐的选择 你是男子汉 说话得算数 如果你再一次伤害我的女儿 我这把老骨头 不会放过你的 你明白吗 明白 谢谢伯父 来来来 先收起来 我疼 这好东西 可能都给摔了 慢点啊 怎么了 怎么了 伯父同意了 爸 谢谢你 那 那你们这就算结婚了 也不举办婚礼了 当然不会 我一定要让梧桐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新娘 我会尽管安排婚礼 而且希望到时候在婚礼上可以得到你们的支持 还有祝福 对了 你的家人呢 你的母亲接受小童吗 爸 他妈妈对我挺好的 也很喜欢童童 伯父 伯父 我真的希望有朝一日 我可以亲口叫您一生爸爸 因为这个称呼 在我的生命里已经缺失了三十多年 我希望可以重新找回那种感觉 记着你今天说的话吧 老吴 老吴 就等你了 来来来来来来 坐了 坐了 我得再再再迎你一局 这其实还可以吧 可以可以 刚才那局我疏忽了 来来来来 马上马上马上 我都不知道你会像象棋还会哄老人 你不知道的事情还多着呢 开不开心 嗯